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的话会给大家拆一根钢笔 就是因为上次讲完那个基础课嘛 钢笔基础知识 然后现在就拆一根笔 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完整的一根钢笔 然后首先是这样子对吧 之前给你们讲过尖 然后笔杆那个还没出 后面会再出 然后呢今天你们都知道了对吧 你们知道有什么 比如说本金尖对吧金尖对吧 但路眼上面看不出来的对吧 你看到度的那你看到那个金边是度出来的 然后现在先这样子 然后拆根笔的话 反正是先这样笔杆笔盖对吧 然后再下来呢这个笔杆对吧 两个反正钢笔的组成部分 这两个一定要有的吗对吧 不管你是两段式的或者是那个封装式的对吧 那接下来confident吸墨器对吧 吸墨有不同的那个东西的模式吗 后面再跟大家讲 然后你看到这里是一块那个 呃塑料对吧 不是软的不是那种硅胶那种 呃有些好点它是用那硅胶的好一点的吸墨器 呃然后这里下来就一正常的一个 ABS ABS ABS数量吗 旋转式吗 然后这里其实是可以扭开的 如果像这种差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试一下爱对果然可以扭开的 你看到哎你看到对里面其实它是这样子的对 你看到这里这样子 哎不好意思啊我给到这边我直接放一边 那你看到对这个就这样子对 你看这块就是那个吸墨器 然后这个就是说它的活塞吗 活塞然后里面是这样子 我一个个拆吧 我拿手电给它照一下会比较清楚一点 你看到哪这个正常吸墨器对吧 这块就硬卡上去了这块是 然后这个就先放进去对吧 这样子放进去以后呢 然后这里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这个的话先弄上去对吧卡上去 然后再这样子 记得不要乱拆干笔啊 为什么呢通常干笔还是那句不是那一个什么 不是那一个什么用坏的都是不是那个什么用坏的都是拆坏的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时候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又会有这样子一个卡对吧 看到了 看到对准了吧 这地方看到了 这地方看到了 就是说它是有个卡口的 就是说它是有个卡口的 然后我们对准回去对吧 看到卡口对准了 然后再把这个装回去 然后再把这个装回去 就这样子 白色 等到我装访了 奇怪 然后就这样子装 哎呦 哎呦 我应该装反的 这样子的话那就在这 对哦 这个在里面卡错 刚刚没卡在里面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这样子这个就正常的这样子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对正常的那个摆进去而已 这个没什么特别 然后在这里这个地方把它转进去就好了 啊对果然是 你看到了刚刚那个我里面的那个我什么就是那个垫片 垫片那个键我没有那一个对我装访了果然是然后这个就是吸默器的一个结构希望大家能看得清楚的 然后再下来 这根笔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说 对放这吧 我有讲过就是说有那个什么就是 本金尖嘛 然后有有送一个弯尖嘛 对吧 那现在就会这个笔尖 对吧 正常的笔尖 那这个是那个弯尖 大家能看到 对吧 那如果像我想换这个的怎么办 但正常其实不会了 哎就这样子拆拆钢笔就通常怎么样 就是直接我这样子拔 但你们最好是准备一些比如说 嗯我这个是随便拿另外一个东西来来来来来 这个就那种很便宜的笔套啊 啊最好是拿那种就是说橡胶片 就塑料塑料那种就像轮胎的那种片会最好 然后拔的时候对吧 你们拔 你不要这样子拔 拔会怎么因为这块是一个 你们看一下这里 对 它是弯的 它不是像那个 snider或者拉米那种就是说这里是平的 所以说它的弹性会更好一点这样子做 就是说它的张力会更强 就是说这个金属片 所以呢通常怎么样 就是我通常喜欢是这种弯的 像拉米那种笔尖其实我不太喜欢用 因为很硬用起来很适合写英文 写英文可能问题不大 但写中文或者是说它的书写感受 其实不算特别好 那拔我们就这样子来 拇指按着上面对吧 按着上面 然后这个按着下面 记得另外提醒一下拔之前 先摆立金的不太好吧 不要乱拔 记得笔是拆坏的不是用坏的 然后拔的时候记得 你拔过一次以后 它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松了 特别你拆那种什么钢笔 那个活塞钢笔 就是摆立金那种 你拆完一次 其实第二次它肯定有点松 它不会像第一次那么紧的 所以说人不要拆就不要拆 然后比如说我先这样子 对用力拔 当然你看我手 马上压压到这样子 然后这个你看到 这个就是笔舌正常我们所看到的 然后这里其实钢笔结构里面就很简单 这样 你看到了 那这里就上次拍的吗 对吧 然后这时候就完成了 那这个地方笔舌对吧 笔舌就这样子而已 正常这里会有个洞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洞 但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这里就是那个笔尖 笔尖正常都是很正常吗 里面的对吧 然后我现在换你这根万间钢笔 万间钢笔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这样子有些好一点的话是怎么样 这里会有个就是说这里地方有个洞 然后你这个片刻刚好卡上去 不会对不准 不会对不准位 这个位置就对不准了 这个不太好对准 我只能说看着这边 然后笔舌什么位置差不多在这了 对吧 然后我就怼进去吧 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怼 哎 你看到那有点挪位了 然后再稍微再转一下对吧 调一下位置就ok了对吧 或者你再再拔出来呗也可以对吧 那可能拔出可以一开始插进去不要太 这样子拆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么拿对吧 拆的时候不要不要太急对吧 慢慢来把这个东西对准 因为这样子 然后你再看位置稍微再调一调再往里面塞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子 你这个笔 你给这里给大家看清楚的 看到了 他不是正圆形的 所以说你要真的要对准位置 你看我这里里面也是他不是正圆的 记得不是正圆的时候 你们要对的很清楚 对准这个位置了 不然到时候拔错就麻烦 然后有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喜欢换笔尖 我那种我喜欢用了海豚尖的话是不用换了 因为我是怕麻烦的人 但是如果是说你们真的想换笔尖的 你们就考量考量吧 真的是 因为真的 呃怎么讲 我觉得你多买一根比起你换笔尖比较好 除非你要那些比较特殊的东西啊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个笔尖给装回去 装回去然后记得是在这边这边以后 然后我这样我我这样子转找一下他位置 你看我现在找到了对吧 因为刚说过不是正圆形吗 然后差不多对差不多这个位置 OK我扭到这边 那我再进去 再进去一点哈 我把笔尖往往里面推一点 记得要这样子拿 你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会把整个东西这样会怎么样 就是这这么捏多了 你会掰弯的 这种毕竟刚将我之前第一个视频有说过 他不是那个呃他弹性 他这么弯的弹性 他可以比金剑做的好 金剑是什么我压下去的时候感觉比较软而已 但是他什么他的韧性 其实他是韧性很强 就是说他是相当来讲跟钢剑不一样 钢剑我压他就马上弹 他是弹性很强 金剑什么韧性很强 如果真的要用一个磁来形容的话 那你看哦水 这样子就完成了嘛对吧 然后再先插这个对吧 有时候可以扭一扭这样子 让他插紧一点 然后再这样子 你看这个声音很难听 ok了对吧 然后呢 这样子就完成了对吧 好 那个今天的菜比视频就 呃 那个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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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